大家好 欢迎回到NHK 广东 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 你节目主席 Larry 这一节《世界防御消息》 想跟大家讲讲澳洲 主要要讲到澳洲近期 似乎他会向美国买一个Service-E 这个叫监视的拖夜阵列的传感器系统 这个当然作为一个被动的形式去探测 敌方的潜艇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美国也是用开的 如果大家听过《军武器言》 听过来的《无下号》、《胜利号》等等 通常在中国南海尤其是近海南那边 去征修中国的南海艦队 例如我们说在这个余南河基地外面 去征修一些中国潜艇活动 经常都听到Certus这个系统 但是说真的这个系统现在竟然连 澳洲皇家海军都打算购买 其实会不会说是澳洲现在对中国的 日益发展的海上力量和海底的威胁 尤其是中国的潜艇的规模都越发展越大 包括他们能够做远征的核潜艇 我们今天都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包括中国的核潜艇的发展 以及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经对澳洲 产生过这么切新的影响呢? 当然了,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帮忙给like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今天除了我之外 还有CIC战斗情报中心的版主 Curtis在这里 Curtis,你好 你好,Larry 今天澳洲这个新闻本身 他这次卖给国务院那边的批准 向澳洲出售Certacy 有多少价值呢?我们就不知道 数量暂时不强 总成本就大概两亿美金 少少了 两亿美金 所以暂时就没大家清楚 就卖多少套出售 Curtis说起这个 我想很多网友就大概听过Curtis-E是什么 或者大家也都有些印象 冒下号上面那块 可不可以和我们都说一下 Curtis-E这块东西其实是不东东来的吗? 那我们不如说一下 美国整个反潜抵制 可以 你在大西洋或太平洋找一只潜艇 一个水下目标是真的大海闹争 所以美国就在想 不如我弄一些水下的所谓的听声站 弄很多个放在美国两岸 再加上一些盟国附近 那就可以有潜艇出来 我就可以立即听到 所以你在冷战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个叫做Soulsus 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 这个监控网可以叫做 这个监控网是做什么? 它就是会放在一些特定的位置 全天候24小时监控附近 那时候主要针对苏联潜艇 针对苏联潜艇去做一个监控 但是这个Soulsus这个网有个问题就是 你不能extend得太远 所以它要靠一些所谓的机动一些的平台 去弥补这个系统的弱点 所以就有一个叫Certus的系统 就是刚才你说过的拖曳陣列监控星纳系统 这个系统就很有趣的 它就会放在一些特定的船上 就给它做一个监控的任务 那这些船就很有趣的 要么就是一些比较慢速的 离王支援艦或者是双体船 那这些双体船 你看到现在美国有四艘 胜利级和一艘无下号的 那它们主要其实 已经不是说再放在大西洋 而是放在太平洋 那如果你有时说可能去日本旅行的话 去开还滨不要去看高德 其实还滨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叫做还滨北码头 一个叫Yokohama Northrop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其实是由一个 是由美国陆军管理的码头 是美国陆军 因为那里其实本身是拍一些 美国陆军自己的登陆艦 这个基地这个设施 最近也都开始给美国海军的 部级船或者好像无下号 或者是胜利级 这些这样的Certus监控船 去停泊的 那现在基本上 美国只有五艘这些Certus监控船 那其实全部已经泊在 环丹这个码头了 它们的任务就是要 在西太平洋那里 为美军提供一个 14小时的水下监控网 是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Certus的应运而生 首先其实一开始 都是先有我们监控网的存在 监控网都会有流动的 还有这么大的海域 你只有静态的监控网是不够的 就有动态去搜寻它出来 所以Certus就这样走出来了 现在这个系统可能更加方便 因为这个也从2012年开始 就是我们看到更加多的船 如果它们使用的时候 不用旧底的Certus 现在卖给澳洲这些都是 我们叫做Certus E 我们叫做一个Expository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软晶版本 Certus和我们都说一下 这个E型 就是Certus E这个版本 和以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最大的分别就是 以往那些普通版Certus 其实是要放在一些 特别改造过的船上 就是你看到无限号 胜利级这些箱体船上 它其实后面已经装满了这些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是用一个 比较固定的形式 长期装在一只船上 但是Certus E 这些软晶版就反而不用 需要一个专责的平台 去装这个系统 因为Certus E 其实它是将所有整个阵列 再加上处理系统 和那些拖放系统 全部放在几个货柜箱上面 就是双规货柜箱上面 他们的想法就是 其实我不如直接找几个 所谓离岸支援栏 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可以放这些货柜箱的 放在上面 就是可以随时有很多船 可以帮我做到这个工作 你知道 专职船永远都是数量不多的 如果一只专职船坏了 那就不能出去 很简单 它上面的系统也都 没有什么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说用Certus E 你就可以放在一只 双规的离岸支援栏上面 但是如果这只离岸支援栏 坏了的话 它也可以将这个系统 即时拿走 放在另一只可以用到的 离岸支援栏上 立刻用 还有离岸支援栏 这些很多国家都有 所以澳洲它为什么会说要买Certus E 就是因为其实澳洲它自己也有很多 这些离岸支援栏 所以可以很快的 可以找到一只適用的船 让它出去用 日本其实也有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90年代 其实也买了Certus这个系统 它一开始就放在两只叫做响级的海洋监控船上面 它叫做听音船 听音測定船 一开始只有两只 因为日本没有说 需要长期监控这些水下目标 但是到了最近 就是2010年代开始 日本开始多了 它再买两只 这些这样的监控船 所以它整体上的数量去到四只 所以现在日本自己有四只 再加上美国又有五只 其实你看到它反而是 更加针对在西太平洋的水下监控能力 日本是需要的 因为日本其实我们 由军委员开始 我们经常都说 中国它们包括它们的新型的柴电潜艇 就是039ABC等等 还有它们的核潜艇 其实也都在日本 就是我们说西南珠岛 比如说在九州以下的水域 常常出入的 例如包括大婴海峡 或者有时在种子岛附近 你有时会看到 我们先不讲那些咸封链那些 Kurtis 就是被那些名级 名级潜艇突然打得上来 那些我们不讲那些咸封年代 就是我们说近期一些 例如可能在1718年左右 可能有架093B 093也不是B 有架 只有上浮 上浮挂国旗那件事 我们就讲过了 国内就说是宣揚国威 但是在我们的世界挂国旗就是投降 那就是磨海通过 那我就浮上来 OK你没有打破 走过 所以其实日本 应该和中国这个老对手 就一定不陌生的了 也常常会看到你偷鸡 会派一些核潜艇过来 我估计它除了来测试日本之外 应该都是测试美国的能力 你怎么看 其实是的 你会看到2000年代那时候 中国那些潜艇的技术 反而没有那么先进 还有潜艇数量都很少 你唯一听到说 有中国潜艇一些大事件 很轟动的事件 我记得应该就是 我小学那时候 讲了什么 有一个送级潜艇 突然在什么小英号后面 弹出来了 那时候在磨海那里做的演习 是的 没错 是的 这件事就比较出名 很爆料 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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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官员被人问责到 之后 我没有记得 每年都跟瑞典那边 他们做的那个训练 瑞典应该是Gordling Class 就派了一架Gordling Class 跟他们去做那些反潮 你一定要捉到他们的位置 那时候 美国它最主要是针对打的 以前就是针对苏联的核潜艇 但是现在说那些柴田潜艇开始很厉害 而且因为瑞典的Gordling Class 那只柴田潜艇 以前试过说可以模式模式地打沉了 比如说列根号整个可控网打击群 所以美国就在想 哇 好像这些不对称战力都太厉害了 不如我们租一只Gordling Class 做一些训练 或者训练 所以你看到有一段时间 它是长期租了一只瑞典潜艇 去帮它做训练 是的 没错 直到它真的搞得好 所以就突然间 我想是因为它都是用那个AIP的技术 所以就用了瑞典那个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针电来算 你瑞典它一开始有些AIP 就真的玩了 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追踪到核潜艇 起码它追久一点 其实它也不可能长期追到 因为你核潜艇 不是 Sorry 你的核动力航母是真的开得快的 你针电真的追不到 但是如果它做伏击一流的 我预先大概知道你的地点来伏击你 你就死定了 我在这里可以放一个星期 大概都可以 伏击你就够了 一个星期 所以都很危险 这个我想美国也很大的教训 这个很大的教训 不过我们不说得太远 不拉得太远 所以日本是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它知道中国的潜艇威胁大了 还有大家也看到去年 包括它和俄罗斯两个联合艦队 中国 经常都绕着日本那样走的 经常绕着日本 包括津兴海峡 大嶼海峡等等 它全部都穿过的 攻过海峡那些东西 你难保它下面没有潜艇 水面船你也看到了 照样的潜艇也有了 所以我想他们也觉得是要监控中国附近 尤其是我想他们另一个就是西南诸岛的问题 西南诸岛那边就是钓鱼台 其他地区 我想在防御上 他们也要防止中国的潜艇 在那附近活动得太频繁 所以日本有它的需要 但是我们怎么看澳洲这件事 美国是 其实美国它反而最恐惧的一点就是 关島的防御 是 因为它其实呢 它为什么经常要针对 关島需要一个360度的防御 以前经常说 其实你针对西面过来的威胁就可以了 因为只有一边会过来 你为什么说东面 南面 北面 又要想 因为其实它经常在想 中国的潜艇 其实都可以在第一岛链之外活动 所以如果它可以由第二个角度 射一些巡航飞弹过去打关島 其实关島是处于一个这样的威胁之下 所以最近你看到它经常说 要为关島建立一个360度的防御系统 因为坦白地说 爱国者 其实他们觉得不太够用 要防围一座岛 要一个更加强 更加 说 范围港一点的系统 所以它才会说 第一 要加强关島的防御系统 还有要比澳洲或者日本更加多的水下监控能力 是需要的 其实 所以现在关島 你看到它层层防御 包括杀德有机会需要 接着有外国者 末端的防御系统 再加陆基神盾 陆基神盾都说了很久 始终也是那句 陆基神盾如果在这里 就减少了操作人员 又不需要佔用了海军的资源 要不然神盾蓝蛇在关島附近停住 第一个蓝蛇在养二三百人 成本就很贵 陆基相差很远 陆基最多几十人不操控 而你说在岸上做的维护又便宜很多 大家清楚 所以陆基神盾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是啊 其实如果你有看回它整个国务院 那个轰购那个单 就是澳洲这件事 我发现它除了整个Mission System之外 那个阵列系统的任务系统之外 它还加上一个岸上处理设施的 澳洲这一方面 因为其实很有趣的 Certus和Certus E 它都是作为一个平台 一个监控平台使用的 但是这个监控平台 收回来的那些材料 你是要送回一个岸上的处理设施 处理做一个big picture 一个整合的所谓的升纳图 是 才可以实用 就是要将那些信息 将它集中 然后再画出一个大图 是的 因为这个Certus这个系统 其实有一个港幅说 它那个偵測距离可以达到 1000公里左右 因为它那个低频升纳 传得比较远 可以监控一些 远一点的目标 但是其实这个低频升纳 实际上它可以大概跌出 这个位置好像有一些可疑的水下目标 接着你有一个这样的可疑的contact 之后 你可以将这个信息淡回到岸上的处理中心 岸上的处理中心 知道有这个可疑的目标存在之后 再指派一些可能反潜机 去检查 或者所谓说 看看这个目标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水下的潜体目标 因为你知道了 刚才也说过了 找潜艇是大海浪浸未来的 还有你也没有足够的反潜平台 每一个地方都放几架潜艇 或者水面舰 反潜机 你一定要用一个最少 在最少资源的情况之下 去做一个大范围的反潜作战 所以就是要用这种手段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用的东西 澳洲其实也很好 它自己也有P8A 但是始终就不可能 一个这么大片的海域 你P8A 或者你去到一个很前线去做监察 它那个作战能量都会有限 看看它稍后会不会加些无人机 例如我们常常说的 Sea Guardian Sky Guardian 那种 不过来讲起澳洲的需要 其实呢 今次卖给澳洲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澳洲本身都害怕的 都害怕中国的潜艇的抗战 包括它的核潜艇 它接下来的数量 都一定是升上去世界第一的了 现在美国大概有六十多架的核潜艇 中国就少一些 北韩是第一的 但是那些大家不用提醒 很小的潜艇 但是很快就去中国 2030或者2030后 就超越美国了 就会更加多的潜艇 虽然大部分潜艇 都仍然是柴电潜艇为主的 当然再加一些很旧的 原级之前的潜艇 都还有一些在 但是它现在越出越新 包括它的核潜艇 其实它覆盖的范围会大了很多 就是它绝对是有能力覆盖到南半球 尤其是澳洲 南太平洋 其实你说大陆 是不是一定是劍资澳洲呢? 我觉得未必的 就是我觉得它反而更大的野心 是在南太平洋那边 包括我们经常讲的那些赌国 例如我们讲匪制 雅六雅图 或者我们讲到所罗文群岛等等 这个就是美国、法国、澳洲、纽西兰 就是他们在南太平洋的那个联系 很可能就会被中国一手切断 尤其是会阻碍到 第二赌链和第三赌链的那个运作 这个可能是中国其中一个 就是去阻挡美国 倒链策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核潜一定是其中一环来的 澳洲应该是严重地感受到 就是中国的威胁的了 包括所罗文群岛 大家看到了 而澳洲如果不再去 就是有个强的水上和水底力量 水上力量我们看到的 包括他们建构着一些大型的军纜 已经过了万吨的军纜 现在正在做了 而这些潜艇当然都做回一个配合 那遲些会不会有阿德雷德 和这个坎培拉号两手的F-35航母 我们还没知道 希望有 如果有 其实澳洲的海空力量是会大幅提升 第一个就是对抗中国 我觉得是有一个必须 第二个就是和美国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建构着一个网络 包括一个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围堵 其实第一岛链像Kernice所说的 你说中国有能力穿越是有的 还是战时另计 起码它现在真的有能力穿越第一岛链 所以第二岛链那边 我看到中国也要穿越的 尤其是在南海这边 穿越了第二岛链 包括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印尼、文来这边 设置第二岛链 巴布新基内亚 最近也有一个消息 就是巴布新基内亚那边 其实也和美国也有些协议 包括使用他们的海军基地 一些空军的设施等等 大家明显看到 其实澳洲是看着巴布新基内亚 美国踩入来 其实大家都明显看到 就是防卫澳洲 巴布新基内亚绝对是防卫澳洲的门口 而且也是一条防线 地岛链设置了 所以明显看到美国觉得 是时候呢 澳洲在第二岛链 真的要加把劲 真的要出点力 你怎么计算也好 你上面也要加些东西下去 是的 还有说起 有一个说法就是 美国在战时那时候 它的二线艦队 即是二三线 运输船队 或者補级艦 其实是没有足够的护航艦 去保护它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因为你知道 现在美国所谓的 大型水面战斗艦 都是巴克克和提康德罗加 这些巡人艦 但是这些水面战斗艦 在打仗的时候 就一定要跟着航空母艦 或者自己去前线那里打 所以变相会少了这些船 可以做一个护航艦的角色 由美国本土护送这些 运输船队或者補级船队 去前线那里做補级或者运输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尤其是美国的星座级 它还没说完全 它还没开始建造 它现在开始建造 但是它还没说真的 它还没说真的 重阻力分 是啊 而且 你一定会预认在一段长时间里面 这些二线的护航艦 是没有可能可以保护到 美国这些二、三线船队 所以如果中国有这些能力可以说 穿越了第一岛链去搞这些 后线的船队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先要做多一些监控网 看看可不可以尽可能 减少这些潜艇的活动范围 是的 或者削弱他们的自由活动范围 是啊 还有大家听到我们都说 美国的紧张 其实都不是没有点的 包括他们最近都发现 094 就是他们那种灭国级的战艇 其实呢 就整天都有一架是不见了的 这个手就不在武港 那它去了哪里呢 通常你要么就进回基地维修 要么就怎么样 长期都没有一只 其实很大用意 就是它根本就出了海 那出了海呢 我们经常说 其实这些的094 有些像以前我们说 就是说台风级那种 你苏联那种 四万八千吨级别那些 它其实不是在家里的 它们是应该出去的 它们应该在大洋的深处 不知道哪里 总之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那如果呢 有些什么事了 有些什么意欲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挥灭国级的威力 就会在那里射射射很多枝灭国级的核弹 去攻击你本土的嘛 那其实这些核潜艇 其实应该是在大洋深处 就不是在越南海军基地那里摊在那里 但是中国都这么多年了 但是你看到094 现在都开始做这个战备巡航 那我们也叫做 那所以其实就对美国来说 威胁力大 这个战备巡航 就是如果你捉到它 它就固然没问题了 你真是稍微被它走掉了 你不会知道它在整个太平洋哪里洞的 非常恐怖的 那它射的时候 它那支飞弹呢 其实大概 就是我在说七八千公里 其实大致上就和我们说 现在呢 美国的核潜弹 就是那个飞弹那个射成的双弱 双弱 就是我们说 所以就和三叉击比 那当然那个弹头上会有些分别 但是始终呢 就是那一句了 它打击到你第三岛链 是吧 打击到你美国西岸的话 其实已经有一个严重威胁了 所以就必须要锁死你在那个 就是我们经常说俗称那个菌龙索 锁死你在第一岛链 锁住你在第二岛链 这件事呢 还有呢 美国和日本呢 它一开始这艘船呢 这种监控船呢 它有一个 所谓说 互相操作能力 interoperability 这个能力 就是呢 日本那些监控船呢 虽然它都是说自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 但是其实呢 它上面呢 是有一些美军在上面的 长期会有几个美军在上面 跟他们一起操作这个系统 或者传送这个信息 去给那个岸上的处理系统 处理站这样的 总之它有一个这样的体制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预期 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预期 澳洲都可能会用一个同样的手段 给美军上它的船 去做一个这样的合作 所以是的 下面就有澳洲 上面就有日本 跟着再加上美国 两边一起来这样 可以组成一个更加强硬的反潜监控网 是的 因为我觉得呢 有美军在上面 其实操作一定会懂的 但是你操作的情况 例如说 你怎样做整合 还有它怎样可以很快去 看到那些资讯的性质是什么呢 那这些就真的要靠美国佬 就是有经验 还有它都不会教你的 它知道而已 第一手资讯 立刻就了解到现场的情况 那些东西 等于我们经常说 在美国那个 在台湾的洛杉拔 其实在哪个后面操控 都没有人知道 究竟是美军 还是台湾 这次买这个Certus-E 都真的下了重本 第一个 第二个都真的重要 因为呢 中国之前也都派过海王星 就是这一艘spy ship 我们叫做 过来澳洲这边 也都有试过去看他们 观察他们 想过去看他们一些 卫星通讯的中心 甚至乎他们的说法 会不会走过去潜艇的位置 但是是远的 因为是拍视 你过去 实在太明显了 所以我猜中国最后都放弃了 但是就是看到那个威胁也在 中国的威胁在澳洲来说 它也都越来越明显 所以澳洲是时候要做些事情的了 好 那我们就这一节 就来到这里先了 好 各位网友记得帮忙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 按个小钟 还有记得按like 好 那我们就在其他的世界防御消息 还有就在湾克兰战报 大家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